MING PAO TORONC MING PAO TORONC MING PAO TORONC 做女人真麻煩 日日都要花那麼多時間化妝 如果可以幫你一秒化妝 你又覺得怎樣呢? 最近Sony借了Xperia T2 Ultra給我 入面的實時美人app 幫你拍完相就可以馬上轉妝 今次我會發4個妝 又用app跟我跟Dang哥 拍4個妝 大家看看我手藝好些 還是機影上來 不如由可內妝開始 底妝我已經化好了 首先我會用眼線gel 畫內眼線 想對眼有可愛的感覺 最重要是畫得又圓又大 在眼珠上方和眼尾畫粗 就可以令到眼影有相應的改善 當然不少下眼線 記得在下折毛1mm以外的位置畫 那對眼才不會越畫越細 眼線單用一種產品畫 是很容易用 和欠缺層次感的 所以我再用liquid liner畫多一次 點一點粉紅色的眼影 在臥蠶位置掃一掃 不單是韓國妝 日本妝都很重視這個要點 最後黏上假眼睫毛 那就搞定了 終於我化完整個妝了 而Dang哥打算用這個可愛的app來迎戰我 立即她的眼睫毛 就走光了眼睫毛 眼線 我抽東西出來 雖然是真的跟得很準 但實在太噁心了 剛才那樣噁心的東西 我們忘記了她 又是時候正正經經的教大家化妝 這個是古典美人的look 首先會用大地色的眼影 在整個眼窩打底 然後再點一點布林式 在雙眼皮位置 掃完眼影 我就會用一支斜角掃 然後點一點gel liner 去畫光眼線 出來的效果就會沾和準確很多 我會畫一個少少的斜線 然後再在眼中間 拉一條線 去做一個三角形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古典 而細長的效果 黏上假眼睫毛 對眼就更加細長 由於眼妝比較濃 所以唇妝就最好減淡一點 用粉底液或者BB cream遮一遮唇線 再用顏色的唇彩 來塗一次上去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叮哥這些這麼重口味的東西 我不會讓他時時出現 這次我就會自己親身上陣 用古典這個app 我覺得很甘得貼眼影 效果出來也不錯 來到第三個妝 不如今次就講一下smoky eyes 用一個扁的掃 手點一點黑色眼影 由眼尾到眼頭的方向 慢慢掃上去 很多人用深色眼影的時候 都會跌到整面都是眼影粉 秘訣就是每次拿很少的份量 寧願每次都少一點 薄一點 都比一次過拿太多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自然和漸變的效果 眼影掃用剩的眼影 都可以拉到下眼尾 出來的效果大致上就是這樣 掃完這麼深色這麼重手的眼影 一定要畫多一點眼線 出來的效果才會有平衡的感覺 化完我自己的妝 相信大家都很心急 又要看看人妖的示範 這次我會幫釘哥用APP來拍一拍 看看出來的效果又會是怎樣的 老老實實 我也有點頂不順 為什麼可以追到眼影這麼貼 效果這麼像真 像真度有少少難頂 最後一個妝就是古銅妝 我想每個白白正的女生 都好像我這樣 很想看看自己曬黑了會是什麼樣子 不妨用這些古銅粉餅來幫幫手 方法相當之簡單 只要用平頭粉底掃 適當地拿了古銅粉之後 接著打圈平均掃上面就可以了 要留意的是要掃得比較平均 以及每一個角落都要掃上去 無求令到整塊臉都有一個均勻 而有光澤的古銅效果 完全沒有技巧可言 最重要就是有細心和耐性 慢慢地令到整塊臉都掃上均勻的古銅色 由於我比較白 所以上了很厚和很久才有這個效果 感覺都很焗和很重 之前三個妝我都沒有覺得自己需要用APP 但一去到古銅 我就覺得實在太好了 我不用焗著臉 都可以擁有小麥肌膚 這麼多個妝裏 不知道你又喜歡哪一個呢 你會覺得我手髮漂亮一點 還是用APP漂亮一點呢 快點告訴我吧 CHALE CHEESE BUMBO CHALE CHEESE BUMBO CHALE CHEESE BUMBO 謝謝你們的收看 下個禮拜六再見 謝謝你 謝謝你們下次再訪戀 Now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ee you coming Saturday We wish you have a happy weekend Good night night Yeah!開心心說再叫 Filly Bally 又逐局 好快聚,去到下週我倆在與你們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